HELLO EVERYONE This is Cow Bay Tactical牛丸戰術小隊 我是Hammer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WOW... What the fuck is this? VIPER TECH! VIPER TECH! 是的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跟大家分享 毒蛇的GPB WIPER TECH! 那這支槍呢其實是我朋友借我開箱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看中毒蛇這把GPB 我們為什麼會去購買它呢? OK 這邊來跟大家一一的做分享 首先呢 如果有在玩GPB的都知道 VIPER TECH其實就是GPB的一個指標啦 通常呢 一些資深專業的玩家都會直接買毒蛇養蛇嘛 那一些比較中階出階的玩家 慢慢慢慢升級慢慢買上去 最終多半也都會買到毒蛇那個等級 畢竟它的材質好嘛 然後做工好 耐操 然後耐用 後座力大 仿針啊 板機扣壓這些 感覺都是非常迷人 那我們也一樣 所以呢我們就去購買了這個 VIPER TECH這把GPB 那我們購買的型號呢 是SRE6 它的這個第三代CQB版 是用這個URX3的魚骨布幕 外箱就是一個牛皮紙盒的包裝 那這邊有一個燙金的VIPER TECH 一個毒蛇 眼睛蛇標誌 那旁邊其實就非常簡單啦 這邊有稍微貼了一些什麼產地動能的資訊 OK打開 打開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做一個指板 做一個可能保護防撞的這個作用 裡面其實非常簡單 就一個彈夾 然後一把槍 就這樣 沒了 沒有說明書 沒有通槍條 也沒有填彈器 沒有任何的爆炸圖 靈界圖 都沒有 那我們有跟原廠做過確認 確實他們是沒有附這些東西的 如果有需要 可以到官網下載 或者是請他們寄電子檔到你的email裡面 OK這邊就是我們這把 VIPER TECHT SR-16 三代的這個UIX CQB版本 首先呢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這個瓦斯彈夾 那它的彈夾其實有分新版跟舊版 舊版就是屬於那種軍夾 直線條的那種軍夾 那新版是這種 Megapore外型的 那他們的官網 也叫做VMAP 很奇怪啊 很巧合 跟VFC的彈夾一樣 叫做VMAP 我不知道這有什麼異曲同胸之妙 但是 名稱雖然一樣 哇 這個質感是差非常多的 他們這個用料是非常紮實 拿起來就可以看得到 它這些含彈嘴都是金屬的 然後呢 這顆彈夾呢 氣化就是改良後的 就是氣化比較好的 表現比較好 冬天不再會冬臉啦 我們現在毒蛇 冬天也可以拿出來玩 但是實際的效果怎麼樣呢 我們後續也會去實測 射擊 給大家看看 它的灌氣嘴是在 後方 不是傳統的下方 然後整體的質感 做工 它的含彈頭 金屬的 敲氣法在後面 底座 那接下來看我們的槍本體 首先呢 拿到的第一個觀感呢 一樣我們來搖搖看 主要最大的聲響 我發現是在前面這個 折疊準心這邊 它這個魚骨液體式的折疊準心 這邊確實是比較鬆一點 它這邊有個按鈕 壓下去它就可以翻起來 當一個前準心去使用 那它原廠是沒有附後照門的喔 如果你需要可以另外再購買 那我們的需求是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不太常用到 我們都是搭配我們的紅點描具去使用 所以當時我們就沒有購入這個後照門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一把型號呢 因為呢 我朋友是屬於寫字是用右手 但是當它拿槍的時候 它是左手比較順手 所以我朋友就選擇了這個 雙邊都可以控制的這個版本的槍 那這樣 不管它要用右邊用左邊 都可以很順手 都可以去操控 那如果你也有同樣狀況的朋友 不妨也可以參考 看看這個購槍的idea想法 那我們先看它的火帽 火帽是一個標準的M4鳥龍的火帽 那用磁鐵吸吸看 這是強力磁鐵 OK是會吸的 再來是它的這個 11.5吋的這個槍外管 原廠說是鋼製CNC的 那我們來吸吸看 OK 這邊 它的外槍管 也是可以吸上去的 再來 它前面的這段魚骨護墓 是使用了6061幾 T6處理的鋁合金的魚骨護墓 整個是很紮實啊 不會晃動的 除了這個折疊式的前嘴型 它這個護墓其實是很紮實 不會晃動的 握起來的感覺 觸感是非常好 那這一段呢 握起來這個處理 都是非常舒服 那皮卡丁尼魚骨的部分 也是一樣稍微有點刮手啦 不過還好 因為我們握槍的地方 握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不影響我們使用 它這邊魚骨旁邊 都有這個QD孔位 那就可以去對應 我們的這個QD背帶 是可以扣的進去了 它這個6061的鋁合金 你用起來 你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跟我們一般外面市售魚骨 很不一樣喔 它應該會比較耐用 但是我還是覺得 QD的孔位裡面 最好還是做一個鋼的套軸 像這種後托這種 做一個鋼的套軸 我覺得還是比較耐用 那繼續往後 講到它的槍身機甲 上下機甲呢 原廠都是使用這個6061 T6熱處理 鍛造工藝的 鍛造工藝的鋁合金上下機甲 那它的上下機甲是非常穩固的 不會搖晃的 也看不到任何的縫隙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看不到任何的縫隙的喔 非常紮實非常穩固的機甲 那鋁合金的東西肯定是吸不起來嘛 對 所以護目機甲都吸不起來 但是它這些 這些卸彈鈕啊 槍機的解厚定的這些啊 都是鋼鍵喔 各位可以看到 都是可以吸的喔 這些都是鋼鍵 相較之下呢 卸彈鈕這些都是可以吸上去的 解厚定鈕 就非常耐用啦 再來 OK拉餅不是鋼的 拉餅扣 拉餅的這個扣 OK是鋼的 好 射旋鈕也是鋼的喔 各位 它的這個板機也是鋼的喔 槍機注定鈕也是鋼的 好那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它的這個槍機注定鈕 是有功能的喔 我知道有一些市面上的GPP 它們有一些是沒有功能 有一些是有功能的 那據我所知 KWA的是有功能的 KJ的也是有功能的 那VFC是沒有功能的 這是我所摸過的槍啦 那各位如果網友有其他的 熟悉的 知道這個有沒有功能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互相討論一下 那槍機注定鈕呢 就是我們這個槍機 如果閉鎖不全 我們來試試看喔 假如它現在閉鎖不全 我們刻意讓它閉鎖不全 那當我們Push這個槍機注定鈕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把我們的槍機往前推 往前推 推到底 那真槍的話是 閉鎖不全無法擊發 或是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GBB 閉鎖不全的話 它會噴瓦斯的喔 因為飛機的位置 跟彈夾出氣口的位置不對 所以你一開槍它就會噴瓦斯 我們是有遇到過 所以這個槍機注定鈕 真實有功能 我覺得是一個加分的喔 我並不覺得說 這是用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加分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如果 上課 如果說 槍機閉鎖不全 飛機位置不對 我們還可以按一下這個 確認一下 然後打才不會造成這個 放屁漏氣的問題 再來講到它這個 槍機拉柄 就是一個標準 陸軍的 單邊的槍機拉柄 那當然之後要去更換什麼的 也很容易啊 因為這個都是通用的規格 再來講到它的這個 後托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 後托 它的精密度 就是 算是比較穩固的 確實是比較穩固的 那它這個也是通用規格 你之後要更換 也都OK 握把也是 那它這個材質 摸起來的感覺 握把感覺是尼龍纖維 後托的話我不確定 但是質感都蠻好的 它這種都不是那種油油亮亮的塑膠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種都是比較 霧面質感的塑膠 然後 聲音聽起來都蠻扎實的 畢竟是viper tab 對 我們也是慕名而來 那果然呢 它在這邊 外觀的質感呈現 真的沒有讓我們失望 它的槍聲這些處理的 色澤這些摸起來質感 真的非常漂亮 那 反擊護膏這邊 是鋁合金的 它一樣有做到這個 Night Armand的這個 加大反擊護膏下面的刻字 一樣都有 該刻字的地方 全部都刻給你 魚骨護膜的刻字也是 深刻 非常漂亮 OK 那接下來外觀看完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內裝 OK好現在上下槍聲已經分離了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它的內裝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把槍機Volt給取出來 首先它槍機重量真的非常的重 非常重 這應該是我拿過最重的 那 實體吸給大家看 整個槍機都是鋼的 真的是 整顆都是鋼的 連它旁邊這個小側蓋也是鋼的喔 這是 WA系統的小側蓋 想不到它還是保留了 那它的這個飛機 原廠說是鋁合金的飛機 包含這個飛機頭都是鋁合金的喔 所以是很結實啦 比較不容易爆飛機 不然以這種高壓高出速 飛機齁 它的耐用度 材質也是需要考量 那我們這邊稍微量一下 它的飛機的這個直徑齁 因為原廠有分16mm跟18mm 它的這個後座力會不一樣 我們來量一下 我們的飛機是16mm的 照原廠來講 16mm算是後座力比較小的 18mm後座力會更大 它這邊把它拉餅取出來 它的拉餅也一樣是仿針拆卸的 它旁邊有個耳朵 你拿出來的時候 要對到這個地方 然後拆出來 當作冰的有拆過槍的就知道 它是不能直接抽出來的 它是比較仿針的 再來帶大家看到裡面 HUB座 它這個菊花座也是鋁合金的 那它的HUB調整 就比較麻煩 因為算是舊式的系統 它HUB調整必須把護目拆掉 然後在槍管的下方調整 確實是比較麻煩啦 那我們目前就還沒有調整過 OK拉餅肯定就是鋁合金的啦 不會吸 除了這個勾翹是鋼的以外 正常 再來 看到我們的下槍身 我們的脊椎 哇它這個齁 緊喔 哇這個非常的強 跟我所接觸過的GBB 它這個力道真的算是 真的是超硬的 OK 一樣 都可以吸齁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些 都是鋼內構鋼火控 扎扎實實的 實實在在的 全部都是可以吸的啦 當然 這邊給大家科普一個小知識 就是可以吸的金屬 不一定是鋼的 也可能是鐵的 也可能是 某些不鏽鋼其實也可以吸喔 所以這邊 只能跟你說 我磁鐵是可以吸 再來我們把這個 Buffer拆出來 Buffer一樣下面這邊有個小凸點 把它往下壓 我們的Buffer就可以取出來了 這就是它的Buffer用附近黃 我們來看一下它附近黃的線徑 彈黃線徑是差不多 1.3吧 1.3個線徑 這個附近黃要跟大家提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線徑繞的圈數 各位有沒有發現 頭尾呢比較密集 中間比較吸疏 這個比較密集的地方 就是加強它的這個剛性 它這邊非常的貼心喔 有做到這個設計喔 目前我看市面上的GPP 都沒有做到這個設計 通常都是一樣的吸疏度 就整個到尾了 一致的 那它這個有算不等距 它這邊是為了加強它的剛性 這個設計也是蠻貼心的喔 魔鬼在細節 那它的這個Buffer 是一個鋁合金的Buffer 後面是一個這種 它後面這個是鐵佛龍的喔 它這個不是優力膠 所以鐵佛龍其實 它是沒有彈力的 優力膠它是有回彈力的 那重量也沒有特別重 所以它的後座力 並不是靠Buffer的重量 去加到後座力 它的後座力是扎扎實實的 靠著它這顆 鋼製Bot跟它的這個 飛機的氣量 去造成它有這麼巨大的後座力 原廠呢 一樣也是上了蠻厚重的油齁 鏡頭可以直接看到油亮亮的 當然 我非常能夠理解啦 畢竟一個材質用料那麼好 都是鋼的 它從出廠存放倉庫 到它可能要寄送海運到海外 國外不同國家地區 它一定要保存它這些零件 不會受草不會生鏽 那這個產品呢 據我們所知啦 老闆Toro是今年出廠的產品 雖然它的型號是比較舊款的槍型 但是它是今年生產出來的 那尾托桿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也是一體成型的 鋁合金的尾托桿 鋁合金 所以這個就不會吸了 那這個托桿的鎖定托桿的固定環呢 OK可以吸 所以後面這個也是可以吸的 立體成型就可以加強它的結構了 讓它後座力那麼強勁的話 可以撐得住 那這個孔洞其實是有意義的喔 這個孔洞大家不要覺得說 為什麼這邊要開個洞 這是非常巧妙的一個設計 我相信有蠻多的GPP都有這個設計 因為你要想裡面有一個算是活塞的東西啦 高速運作這個buffer高速運作 它空氣總要有地方排出嘛 不然空氣也會造成一個阻力 氣壓的阻力 所以它這邊開個洞 幫助你運作可以排氣 所以可以運作順暢 並不會有氣壓去干擾阻力的產生 雖然說微乎其微但是盡量避免掉它 OK以上就是它的大部分解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上下機甲然後它的零件 其實就也很簡單 那這個集錘火控的部分 沒有必要我們不會去拆開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組裝回去吧 OK就這樣組裝完成 那關於這個GPP的拆裝阿保養 可以去參考我有做一支影片 GPP的長槍的保養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行到我們最令人期待的部分 實彈射擊的部分 OK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法道的地方 那我們要來實際射擊看看 體驗看看這把毒蛇的SR16 射擊起來是什麼感覺 那我們這邊呢有準備了三個彈匣 分別是灌入不同壓力的瓦斯 這個是灌警星12公斤的 然後這邊這個是灌警星16公斤 然後這邊是灌威猛22公斤的 那我們分別去嘗試呢 不同壓力的瓦斯 射擊起來的體驗跟它的作動順暢度是什麼感覺 來跟大家分享 實際分享一下 首先這個是12公斤的 OK在我們這邊擦這個16公斤的 OK在音響 保持穩定了 好 再來 22公斤的 22公斤的彈起來 OK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實際測試 那剛剛 根據我測試完的感覺 基本上來講 12公斤 是可以完全的匹配去操作的 它並不會有重拖 或者是壓力拖不動 它的附近還是算很順暢 後勁也沒問題 只是說 瓦斯要灌的滿一點 不然它的出氣量可能太大 30發BB彈 如果你沒有灌足的話 往往打不到30顆就沒氣了 所以要灌足一點 12公斤射擊體驗就是 OK啦 你可以感覺到 它是一把GPP 但是它不會給你 有太驚艷的效果 那16公斤的感受 就可以明顯感覺到 它的聲音變大 後座力也變強 非常多 那個跳階的階段 是 差距非常大的 那整個 射擊起來手感 非常好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 循環啊 扳機的反應這些 都很棒 那厚定這些也都沒問題 這是16公斤的感覺 那再來換到我們 22公斤的感受呢 哇 真的是太棒了 我只能說 我被這個22公斤的讀到了 它完全 反應非常明確 開槍 跟停止的時候 尤其是它連發的時候 它那個速度 之快 然後它的音爆聲 射擊起來的那種 感覺 喔真的 Kickback那種後座力啊 我覺得感覺真的是非常棒 真的很棒 我會建議啦 直接用 22公斤的去打 如果說 價位考量 16公斤比較便宜的話 我覺得也OK 16公斤跟22公斤是我個人比較建議的 12公斤基本上我不會建議 雖然可以用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 12公斤打起來 完全沒有辦法發揮 毒蛇ViperTech它的整個效能 跟它的整個體感 OK 經過我們剛剛試射的結果呢 體驗的感覺是 非常扎實啊 非常棒 這個後座力 雖然我們只是16 mini 槍機的版本 但是它的後座力 確實非常扎實 而且回饋給你的力度 不管是它這個 板機的 trigger reset 還是它這個 buffer tube跟這個 recoil這個 反應喔 真的是非常迅速 很確實 給你的感覺真的就是 扎扎實實 拳拳到肉 動力就是隨傳隨到 而且板機的扣壓 不管是它的力度啊 它回饋給你的感覺啊 都是非常棒 可是呢 必須講一下 也許是新槍的關係 各個機件都需要磨合器 我個人在使用 覺得這個射旋鈕 真的是異常的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切換呢 力 你要非常用力 讓我感覺喔 我的大拇指 是不是 從今天開始要來重訓 我的大拇指啊 還有它這些 其他的這些 卸彈鈕啊 這些槍機 復規鈕 都非常緊 功能上 使用上 是沒有問題啊 都可以正常卸彈 但是有時候呢 我示範一下 左邊的這個 彈夾卸彈鈕 各位可以看到 欸 現在就卡住了 那這個 後釘這些呢 都非常確實啊 是沒有問題啊 解釋釘這些 畢竟它的用料嘛 把它設計 那我們這邊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總共買了三個彈夾 其中一個彈夾呢 我們這邊有做記號 這個彈夾 不知道為什麼 它打到還剩一顆BB彈的時候 它就厚定了 另外兩個都不會 呃 外觀是看不出哪裡不一樣啦 而且都是同一款彈夾 而且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是誰槍附的 還是另外買的 不知道 那 總之呢 我們會去再去找我們的那個 購買的廠商再去詢問 看是什麼問題 再去檢查看看 那目前是這樣的 另外兩個彈夾都沒有問題 再來就講到說 原廠購買 它是沒有附任何說明書填彈器 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購買的時候 店家就推薦我們購買的這個填彈器 主要是它這個頭齁 是可以匹配毒蛇GPP的頭啦 有玩GPP的同學都知道 我們這個彈夾的頭 每一個廠牌都不一樣 你這個填彈器可以匹配這個廠牌 但是當你要換另一個廠牌的槍 它可能就不順暢喔 它填彈器有問題囉 所以 這個頭可以完美匹配毒蛇的GPP 但是它這種填彈方式又是比較傳統的填彈方式啦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因為它直接倒滿就是30發 然後一次插進去就是30發 剛剛好 有的人覺得這樣非常方便 那我個人的感覺 因為我的使用習慣 因為我在訓練 我在操作的時候 並不會全部打完 有時候裡面可能還有殘彈 那我要補瓦斯 我要補BB彈 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用這種棒狀型的填彈器 你不知道還剩多少 你一次用滿 你可能插到一半 突然插不進去 滿了 你可能就會 啾 身邊的朋友有發生過這個問題 再加上它這個塑膠的結構 壓克力結構 其實也沒有說很強 但是這樣填 是還好 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是用那種 BB罐在倒的 因為它有時候沒有煞車 你有時候又會 漏掉幾粒出來 如果你是很便宜的BB彈 點2點5 那當然無所謂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點4點4 3點4 6 那掉幾顆 就會心痛 所以呢 店家又推薦我們用這個 沒錯 就是你們所聽到 傳說中的 用填蛋器 填填蛋器 再用填蛋器 填入蛋夾 總之呢 是店家的推薦啦 那使用上就是 OK也沒什麼問題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買毒蛇槍 它是沒有附填蛋器的 你可能要買一下 那在購買 填蛋器這個頭呢 要注意一下 那這一款 是可以完美匹配 毒蛇的頭 OK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對這個 毒蛇GPP的開箱啦 如果說有什麼細節 有什麼 detail 我們沒有提到的 歡迎大家提出齁 或是一些前輩 可以留言補充一下 那我個人的感覺齁 這一把GPP 29800的售價 在這個 鍛造鋁合金的槍身啊 跟這個擠壓鋁合金的 鋁骨护木啊 跟一些鋼製 CMC的槍管 跟一些內構啊 使用起來的紮實度啊 緊密度啊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啊 除了這個新槍 各個部件互相 都比較乾涉以外 我個人覺得 使用起來的感覺 還是非常好的 那當然跟我之前提到過的一樣 不管你買任何廠牌的GPP回來 一定都是要大清潔大保養 把所有的油啊 鐵屑全部擦掉 全部清潔乾淨 全部重新上油 可以幫助你的射擊運作更順暢 我們之前購買的槍回來也都是這樣 在你 新槍 完整的開槍 射擊的體驗感覺 跟你 大整理之後 保養後 體驗的感覺 會截然的不同喔 那我就很期待這隻毒蛇 在我們之後 大保養之後 他射擊的體驗會是怎麼樣 我真的非常期待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毒蛇的GPP 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你們到各個經銷商 去拿拿看喔 去體驗看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是Cowbay Tactical 有萬戰士小隊 我是Hammer 我們 下次見 我很期待 也很期待